今日要講小肥單挑疼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片 還有劉國仁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都可以 還有課金支持 又要講回第六屆KKBOSS那件事 這個真的是風雲 他自己改名說得好 風雲榜 因為你自己本身這個KKBOSS 這個真的一個風雲榜 為什麼呢? 因為近來有一個 不知道是傳媒 還是網絡傳媒 他就進行了一個 叫做 點票 類似一個網上 網上投票 他就講什麼呢? 他就講小肥 和姜濤 唱這個時光機 然後在想一下 唱時光機 唱時光機就是小肥的 小肥的 小肥的歌 大家沒錯 這個是小肥的歌 小肥的歌 然後呢 唱 人家有姜濤唱時光機 這樣 他就做了一個投票 他做了一個投票 就是為了什麼呢? 我看前看 我覺得是為了抹黑姜濤 這個媒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了這個投票 你就可以投 小肥時光機 或者姜濤時光機 因為時光機是小肥的 首歌 結果呢 如果大家 如果聽歌仔那麼久 就是說 理論上應該是 應該是姜濤 應該是姜濤去 贏得這首歌 結果呢 就不是了 結果呢 就是說 有75%是投給小肥 25%是投給姜濤 而且是說 而且是說 有些YouTuber 他們直接是剷 姜濤呢 拍衰這首歌 你明白嗎? 哇! 你看不看到這件事呢? 高恩仔是多麼 反感啊 就是這些傳媒 這些傳媒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呢 KKBOSS 當晚真的很多 很多東西可以看 很多東西可以聽 那麼 姜濤唱這個 時光機拍著Ian 當然拍著Ian 然後呢 那個點表 就不會說 時光機夯著姜濤加Ian 他就是時光機 只是夯著姜濤 接著就比較小肥的時光機 其實我都自己 我公平一點這樣說 小肥唱時光機 是好聽的 OK 這個是我都承認 但是 KKBOSS 姜濤和Ian 一起唱時光機 都很好聽的 如果你選擇做比較 其實我覺得真的沒得比較 我覺得各有各好聽 當然我自己 就是喜歡聽姜濤版的時光機 和Ian版 至於你 如果你是小肥的粉絲 你喜歡小肥 那我自己覺得 fair deal 沒有所謂 是吧 但我覺得如果將兩者比較 就是有玩野之嫌 我自己覺得 根本兩個唱風都不像 對不對 而且 如果你只說唱 江彤也都不會輸 可以去哪裡 如果你看整個台形 就不要說了 對不對 我也不想得罪小肥 或者她的粉絲 不過小肥其實也得罪了 對不對 他只是趴著KOL 亂在那裏拍商場 那些東西 對不對 他都 都沒有人氣 老實說 就算你說 我都有 偶爾聽小肥的歌 不過都是 聽他的舊 很舊的歌 他是唱得好的 我都同意的 OK 但問題上 他過氣 你過氣 你過氣就不能說了 因為為什麼 你過了氣 你基本上 那些歌 又沒有人聽 即是新歌 還有他好像 都沒有怎麼出歌 二來 他又沒有新聞 是吧 只是拍著KOL 去行商場 我見過幾次 其實沒什麼意思的 小肥也是唱歌 對吧 你說你拍些Vlog 個人生活 其實沒什麼人想知道 老實說 但問題上就是說 剛剛因為姜濤和Ian 就唱了《視光機》 這首歌 是小肥的 都叫做 一首好幾紅的歌 上當年 所以我想 對於小肥來講 都是一個側面宣傳 但問題上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 都對小肥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一個側面宣傳 因為姜濤和Ian 一起唱了這首歌 令到大家 回憶是這首歌的 是誰唱的呢 那個是誰呢 小手 還是小肥 是小肥 這樣就記了他的名字 但當然 我想 整個過程來講 小肥其實沒有出現過的 老實說 但問題上就是 那些傳媒 那些網絡傳媒 那些網絡傳媒 那我上一節都講過 那些網絡傳媒 那些 那些手法 老實說一句 那些網絡傳媒 你說小小事就在這裡講 小小事就在這裡 在這裡 博博宣傳地 博曹交 那樣 你還要做個點票 其實老實說 這些點票 我相信 如果小匪以75%的姿態 而姜濤只有75% 他又不用依人用名字 姜濤只有25%的話 我覺得根本上姜濤就沒有分頭 如果姜濤有分頭 就沒理由是這樣的成績 老實說 沒理由是 有什麼理由姜濤會25% 小匪有75% 你根本就沒可能 所以我想整個投票就是 我想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很明顯 就是一個不知頭不知路 你當它傳媒也好 或者是私人的group也好 這樣做出來一個投票 純粹玩 或者他可能真是很喜歡 《時光機》這首歌 我不知道 喜歡《時光機》這首歌 所以就整個投票出來 去一下姜濤 對不對 不過其實我自己的心想 其實又未必 是一定姜濤會低票數的 所以我想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去整這個 整這個投票出來 我真的百分百肯定覺得 那些人會投小匪 對不對 我又覺得沒有這麼的信心 對不對 就是以現在的姜濤 那個紅的形勢 加伊人 姜濤加伊人 其實差不多飽覽香港 超過一半的粉絲 和支持度 其實絕無誇張 其實你看回 各個的數據轉流平台 基本上姜濤加伊人 基本上已經飽覽一半以上 那當然 其實就憑姜濤都包爛八成 為什麼我說 包爛一半呢 就是因為 拉低了 伊人拉低了 不過算了算了 不要緊 因為其實我想 這些人的手續 其實我對伊人是OK的 我對伊人是沒有任何的 負面評價的 不過就是 你說從數據上 就是這樣 折承給你聽 所以我想 我想整個的歷程也好 又或者是 我想整個的討論也好 其實姜濤 其實在說 喂 說真的 他肯 差點說他 肯唱小菲首歌 小菲有數 對不對 我不知道 發起投票那個 阿哥還是阿姐 是不是 喂 你弄些這樣的東西出來 就是原本 其實你看回整件事 是不是 看回整件事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KKBOSS 和小菲是良好關係 選小菲首歌出來唱時光機 是不是 喂 已經幫小菲做了宣傳 是不是 咦 現在小菲 就是 我都叫做 半退休狀態 那也是對小菲有利 但是 問題上 你再做這些投票 是不是 那你本來好事變壞事 本來大家都沒事 本來那些姜濤 可能 可能 那些姜濤就是因為姜濤唱 小菲首士光機 而可能再聽小菲首歌 那些姜濤唱 但是你現在整個這樣投票出來 那就無疑 我覺得不是抹黑姜濤 你明白嗎 都都是抹黑姜濤 他的目標是抹黑姜濤 但實際的效果是 是抹黑姜濤 你明白嗎 是嗎 抹黑姜濤 你以為如果 即是 即是 退一萬步 你說小菲首士光機 是高恩仔唱 那可能就是抹黑姜濤 是不是 喂 你現在姜濤唱 那當然是抹黑姜濤 是不是 即是 我甚至看到網絡上面 即是如果正反兩面 講正反兩面 講正反我那邊 即是支持姜濤那邊 他都說 嘩 真是慘 小菲唱這首歌都沒有那麼紅 姜濤和Ian 即是當然他說姜濤 一唱這首歌 立即紅到發指 這首歌 小菲都沒有他這樣的人氣了 那你說這些東西就是 整股小菲 整股 整個這樣投票來說 不是搞姜濤 是搞小菲 我自己覺得 是吧 所以 即是我覺得這些事情 不要這樣 我經常覺得 還有我也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呢 周不時都有這些 這樣的事情 即不是說周不時投票 誰好過誰 這樣 譬如可能 你整個梁朝偉和姜濤 哪個英俊一點 其實沒有意思 兩個時代的 不同的藝人 和產物 對不對 而且在說 而且在說 你常常找一些 這樣的東西出來 去比較 其實 你不要以為 其實是抹黑姜濤 即是 我那些Haters 聽著 你不要以為是抹黑姜濤 其實某程度上 是抹黑你被比較的人 對不對 老實說 就是以現在姜濤的實力 是吧 唱歌跳舞 是吧 作歌填詞 做戲 是吧 是沒有做過畫劇 不過我覺得去做畫劇 各國的娛樂領域層面 姜濤都是一枝獨秀 有很多東西都是獨領風騷 對不對 而且在說 而且在說 姜濤是沒有任何的 即是沒有任何的 跟別人比較之心 其實是一些網絡 或者傳媒比較 對不對 所以我想 整個歷程 對於姜濤來說 其實這件事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 因為它 帳面上是抹黑姜濤 我自己經常覺得 即是他們弄這些 弄這些出來 即現在得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 都奇怪 小匪有七成 姜濤得過兩成半 是不是 根本都不合邏輯 當然你說這些 小眾 我這樣說 小眾選 小眾這些選曲 小眾這些樂壇 這些樂壇投票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 說真的 是不是 即是可能 那分鐘只有十個人投票 只有2.5票 即是沒有2.5票 即是可能一百人投票 75個投票 小匪 25個投票 姜濤 都說不定 所以 所以這些東西 原本就想著玩姜濤 其實就玩到小匪 是吧 但是 無奈 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是想著這些 舊友的抹黑手法 所以其實是 我經常覺得是沒有太大的作用和意義 我經常覺得 是不是 即是對於姜濤來說 我想 這些這樣的工作 甚至是說這些這樣的 叫做 比賽 甚至這些報道 其實都是正正反映到現在 其實那些矛頭都是指向姜濤 老實說 我不知道這些這樣的投票 背後是什麼人操作 但是我自己的心 其實都很有感覺 在MMA搞的 即是 你不要以為MMA 只是在他的群組裡散發資料 其實他們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是吧 這麼說 不同的部門 有些部門 就負責去 在他們的主群 主主群組裡散播消息 有些人就散一些資料給傳媒 有些人散一些資料給網絡傳媒 有些人就負責 起那些群組裡 就假扮姜濤 去散播一些真資料或者流資料 那樣的 真資料是用來 可能Side Track別人 是吧 那些假資料就是想著掩蓋一些真相 所以可能整個MMA 都是有一個目標性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些投票 其實都是一口笑而已 你想想 如果誰現在肯做到姜濤的比較對手的話 那其實我的都百利而無一害 老實說一句 你做姜濤的對手 你跟姜濤比較 比較什麼都好 除了比較高檔 哈哈哈哈 就好像那晚去跟MC一齊同台 一比較高度就給別人比下去 你想想那個場面是異常之尷尬 對不對 但是當然也沒有辦法 這件事就是自己去搞 對不對 高度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個人 他跟姜濤比較 英不英俊 好像現在全球英俊比賽 就是這樣 別人的對手是防彈少年團 你明白嗎 別人的對手是防彈少年團 你就是loving loving 這樣 那你也有得跟他比較 那你真是韜光 所以有時候比賽 都是這樣說 譬如你可能 有機會參加奧運比賽 才算 原來你參加跨欄 然後 原來隔壁線是誰 寶特 如果大家 大家 不清楚寶特 就是世界的跨欄冠軍 隔壁線是寶特 那就是如有榮煙 可以跟他在跑道一起去比賽 這樣 相當之厲害 你自己都升格十倍 你明白 所以這些這樣的資訊 又或者這些這樣的比較 其實都是得淡少的 現在我都看得很開 當然你說去比較小匪 我覺得有點新意 說真的 我覺得有點新意 所以就儘管 儘管拿來看一下 談一下 究竟背後有什麼原因 但是你說一個很充足的原因 當然不是說什麼 但問題上就是說 你說著 姜濤 和任何人比 被比較的都是一個如有榮煙 還有一個側面宣傳 老實說 小匪有得跟姜濤比 雖然小匪判退休 我剛剛之前說到 但是都被人討論一下 至少我知道 至少是一些 這個我從一些姜濤 group 我看得到 就是說 無緣無故跟小匪比較 這些是姜濤 group 散出來的 就不是說 不是說在網絡上 故意搞手自己博宣傳的 那樣 那樣 但是就 都得意的 我覺得整件事 整件事是得意的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說 第一你不要說 他比不比較 第二就是 你覺得 我想整件事就是 一個網絡的生態問題 就是什麼都可以搞的 什麼都可以搞 還有好像 就是你以前說 整一個那些 那些 那些投票 那樣 你以前 就是如果娛樂圈的 那你通常 有時候要在YES 我記得那個年代 那你YES去投票 那都有的 但是現在 原來發展到 你隨便一個網絡的group 網絡的channel也好 或者是page也好 或者甚至是你個人的page 去搞一個娛樂圈選舉 那樣都可以的 所以我經常都棄言 其實我自己搞一個2024 樂壇頒獎典禮都可以的 對不對 不過就 就是 就是 那個成縫 就不是可能大家 想像的意思 所以這個都是 我覺得 都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 那所以就 今天就拿出來跟大家說一下 不過我想 就是正如剛剛我所說 就是網絡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 看就很好笑 是吧 然後真的得淡笑 是吧 其實有時候很多東西 都是沒什麼意思的 甚至 你說KKBOSS那些 其實 老實說大家知道 心裡有數知道什麼事 對不對 那所以 這個都要作出一個宣傳 大家記得 去這個 Youtube 和這個 Google 那裡 有空搜尋一下姜濤 因為 現在過了半年了 這樣 你都想年底 姜濤一個 人氣網絡搜查王 這樣 贏得的 Google 和Yahoo 所以 但這個也不是說 最後一個多兩個月可以公布 所以現在是每一天 辭之二人去做 所以希望大家努力 這樣 好 那姜濤的中日新聞報道就差不多了 去到這裡 那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 會不會 每一日 都不會 很快 馬鈴 很快 說 從 前 都不會 走 那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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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